那我們馬上來進去看我們住的房間了 哇好豐盛喔 我真的跟你們說 你們兩條線 兩條線就趕快去 趕快去看月子中心了 你們好我是Aaron 今天呢要來帶你們和我一起逛一下月子中心 因為如果說有Follow我的IG限動愛講 應該會發現說我們這幾天已經連續看了大概 五六家了 對五六家 然後這已經是第七家了 你知道嗎我原本超級一無所知的 就是我想說啊我六月底才要升我應該還 結果呢我就一直被超多媽媽提醒說 你要趕快去不然趕快月子中心會沒了 想說現在才半年了耶 而且我發現真的好多房型都沒了 然後我就整的串了一蛋 今天我來的這家是在台北市中心的迷月房 然後呢這已經是我來看第二次了 為什麼來看第二次呢 是因為第一次我忘記吃它免費的 我看了很多家月子中心 大家都是月子餐都是要額外付錢三百塊五百塊這樣 可是我上次逛這一家在信義區的 就說我們可以申請是免費試吃 我就說啊我沒吃到喔 它離我們家真的很近 所以我就想說好這次再來補吃 然後順便逛一下他們的第二間這樣子 這間好像比較大在八德路這裡 去看看吧 好 好像是為了吃奶的一樣 沒有啦 哈囉媽媽啊那我這邊先幫你量個體溫喔 那我們這邊手部做個消毒 進來要先填資料 現在都很嚴格 好那我們這邊請 那媽媽說一下我們順便的話就是 那我們的護理師啊他們都有在照顧寶寶的頭型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都睡頭一側 因為他們都是單日睡左側 雙日睡右側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他頭型上的問題 欸不是讓他們自己轉欸 這頭型要每天要翻轉 那嬰兒室也是24小時都像這樣子透明化的管理 這個動物要幹嘛的 那寶寶目前他們的視力的部分其實是看不清楚的 那主要就讓他們黑白 讓他們可以分辨這樣子 所以他旁邊都有放一些這個 對比度比較高的畫面 讓他們去刺激 對刺激他們的視覺 哇你看這邊 寶寶嗆欸 寶寶嗆 這個是因為我們錄註到 這個時候一個全家屋的眼罩 全家屋 對那這是我們攝影師 他們有拍攝一些寶寶的作品 真的都是我目前查到在產後 不管是要發奶啊 就是一定要喝的茶 因為我們已經參觀過好幾家月子中心 所以我們已經不是小白了 我在問的時候還有一些地方 我就會特別去注重自己的部分 還有跟其他媽媽的討論 就是寶寶寺那邊啊 你要注意那個燈光 就是燈會離寶寶太近 我聽說這樣也不好 然後還有一個我特別想跟你們分享 就是說你們知道嗎 就是月子中心不是很多課嗎 那些課很多大部分的月子中心 都是你不是要升才可以開始上 你在升之前你在下定的時候 你就可以準備去上了 對我覺得這題一定要問 因為懷孕開始16週之後 就可以開始做一些瑜伽的課程 對…你們這個一定要特別問一下 現在我要問他一下 SPA4在哪裡 因為這個我非常的猜 很喜歡爽 對…剛剛來的時候 這邊有人在用 然後我說一定要有SPA4 這很重要 我覺得我一定會中度使用 等一下不要噴錢啊 欸…什麼… 我要幫你生孩子 還不讓我花錢 好…進去吧… 那邊… 好香的味道 對…因為剛好 已經讓一組媽媽幫忙做完 對… 哇…這真的超危險的 對… 你之後就會在這邊爽 這樣可以嗎老婆 可以…可以… 我一定會用的 那我們馬上來進去看我們住的房間了 哇…直接看小巨蛋耶 對啊 哇…這個… 那個… 這個算是View嗎 這個…這個View 欸…這很厲害耶 你看這個… 而且不是小巨蛋而已 是小巨蛋的體育場 對… 感覺會想上去運動 就是… 如果說你陪我陪累了 你自己也要上去跑一跑都可以 哇…這些都是… 這是陸駐我們有提供的物品 像這個就是我們的口水精 然後寶寶的衣服 陸駐都是我們提供 所以媽媽也是完全不用做準備了 那這個就是包在那個寶寶身上的 那寶寶衣啊 像媽媽每天都是提供… 就是穿我們提供的 那衣服的部分 我們每天就是提供一套乾淨的給您做換性 這個也是入住的時候 我們會贈送給媽媽的 贈送外面奶粉都有 沒錯 奶粉的話跟媽媽講一下 因為我們館內是有提供兩個品牌 一個就是S26 那一個是起伏的 但如果你入住要就是使用我們提供的奶粉的話 就是先選擇你的 但是如果你選了一樣 中間是不能就是在做替換 這就是剛剛跟你提到擠奶器的部分 就是一整組 包括耗材、擠奶器 就都全部在裡面了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洗手間的話 我就是乾濕分離 那上面這裡啊 都會有個暖風燈 那大事的話主要是讓媽媽 就是你洗澡的時候 你可以先開著 你就不會冷熱差那麼大 容易著涼這樣子 對… 你知道這樣幾瓶嗎? 你說現在這一間嗎? 對 九瓶吧 還是八瓶 七瓶 喔這是七瓶 對啊 就覺得說還蠻大的對不對 這我覺得蠻適合的 主要是因為後面那個落地窗 讓整個空間變得很明亮 我跟你們說 你們在看月子中間的時候 就先看最小的就對了 因為那個增加一瓶 那個錢是直接是一兩千往上跳的 如果說你們不是很在意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這樣子已經夠大了 對我自己來說 就是已經比我的房間大很多了 你們在逛月子中間的第二點就是 你們自己的預程期那個時候 還有沒有比較budget 比較實惠的房型 這很重要 不然他說跟你說有房 結果每個都食品 然後一萬起挑天啊 為什麼我們會再來這家第二次 不只是為了要吃免費月子餐 是因為這一家就是 他們在很多耗材的部分 煙的話他幾乎是什麼都幫你準備好 而且也不用再額外花錢 特別是奶粉的部分 奶粉幾乎都是要自己帶的 但是剛剛就有講說他們有 有S26的話就可以一直都可以用 奶粉錢很多欸 所以你們說在看月子中心房子的時候 你要先看採光 所以你們拜託拜託 千萬不可以晚上來看月子中心 一定要白天來看 因為這個採光超級重要 我現在去哪裡 我就是看說到時候我可以入住的那一間房間的採光好不好 然後還有往外看出去是看到什麼 這跟風水有關 我覺得這個小巨蛋真的太浮誇了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也嚇到 我們那時候在信義看的那個view是 那個市政府的整個光場 也是很帥 然後再下一個採光之後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是 月子餐 月子餐真的是 欸 拜託你要吃30天欸 哇 好豐盛喔 太開心了 這看起來是燉菜 這邊要提醒大家是 來月子中心參觀的話 如果可以預約到月子餐的話 要先預約 CP值更高 那我們先來吃 我等一下跟你們講是吃月子餐要注意的東西 對 這個太重要了 這看起來是 喔 水果燉牛肉 上面有奇異果欸 真的喔 那是奇異果 嗯 真的好吃欸 因為像這一家他們是 就是跟自己中央廚房配合的 所以就是不是能夠訂外面餐的那一種的話 你們一定要試吃 有些月子中心是這樣 一定要試吃 一定要跟他們要 就整個月份的菜單 因為你很有可能 當天吃到的覺得好好吃喔 可是發現其他天你不一定喜歡這樣 嗯嗯 你要特別注意他們菜單多久換一輪 嗯 因為譬如說我要住25天 那他就至少可能要 可能一個月內不要吃到重複的 就食材會重複 但是那個菜本身重複的話 就是很鹹 我已經要他整個月的菜單了 然後就會像是長這樣 然後給他好好查看一下 很快的我們已經 脫風掃落葉 把所有的餐全部吃完了 因為我們兩個人 然後我們連早上都沒吃 就來趁這一頓飯 欸你不要這樣講 像每個人都跟我們一樣來趁飯怎麼辦 像這一家他們吃自己的中央廚房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說換家彈性這麼大 不過譬如說你有什麼食材不吃 像是不吃牛 或者是不吃鴨啊什麼的 然後你可以跟他講他就不會出現 然後還有包括我上次聽到是 連龍蛋都可以做調整 就是每一個人是 那個鹹度什麼的都可以調整 是可以客製化 然後再一個我覺得就是挑選的重點是 離自己家不要太遠 然後後來我跟我姐討論 他說交通方便真的很重要 因為會時不時有東西需要回家拿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人家來看你的時候 方不方便什麼的 我就覺得說欸這好像也蠻重要的 現在開始進入那個現實的時候 看家目標 沒有研究一下 兩個房型 那我們是只有標準房 他是標準床 然後他的話是沒有含車位的 那我們是明月房型以後的床的尺寸 才開始有加大 然後因為我們剛才覺得說 好像就是如果說考量到 要一起睡在同一張床上 好像昆曬什麼比較好 對 所以至少要8.5坪的感覺 但是7坪的真的很實惠 真的 好我們來按一下計算機 8.5坪的話一天8500 然後再重來25 一天大概這個價格 完全在我們的預算範圍內 其實這個價格我們看過太多家了 真的是實惠 真的一般差不多 以我們之前看的 差不多要八千到一萬左右 我們還有半年的時間可以好好存錢 好冷喔 好冷喔 好 我們看完溫暖的月子中心 現在都出來了 其實我覺得我們差不多要決定了 你不覺得我們現在很像出去玩 要選那個飯店要住哪一間嗎 這真的就是飯店啊 只是我們那個住一個月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 我覺得我就直接講啦 其實我選月子中心我最在意的就是 他的房間的採光 然後還有月子餐 再來就是寶寶的照顧 這三個我們問得很細 那第四個當然就是價錢啦 對啊 所以我們剛剛有稍微討論一下 我覺得這一家是 因為我們已經來看第二次了嘛 對我們來看第二次了 就是整體而言是都有符合我們最重要的 然後在整個在價格上也是符合我們的預算 所以交通也蠻方便的 我們蠻有可能會選這一間的啦 因為我現在限動也拍超多間的 然後很多都是 這幾間我除了去這幾間都是有愛角 或者是有我身邊的朋友真的住過推薦 然後這一個呢 這個這一間真的是我身邊 是我的自己的朋友 就有兩三個人來跟我說住過推薦 還有我的一個學長大學學長 所以就覺得還算蠻有保障的 畢竟這種月子中心搞不好一生都住了一兩次 就是有人住過然後推薦覺得這樣也蠻好的 我們看過很多家真的各有各的特色 對然後這間交通又方便 我媽要過來看我們也很方便 對啊我們就再花個幾天考慮一下吧 再花幾天看要決定是哪一間 對該決定了 那今天呢月子中心的參訪日記就到這裡啦 然後這也是集結我們就是跑了好幾家的經驗 然後還有上網做的功課之後得到得出來的結論 也希望對說如果說有愛角門 你們也是在懷孕他挑起的月子中心 我真的跟你們說你們兩條線 兩條線就趕快去 對真的 趕快去看月子中心了 會沒房間 不要像我們 我們現在也是半年前已經是末班車了 對啊很多房型都沒有了 然後我的IG也會不時的分享我試吃的一些月子餐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記得Follow我的IG喔 然後如果想要繼續追蹤我們的孕婦日記 也都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想要看VLOG器材的話可以去他的頻道 那我們就很快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 謝謝